Hello everyone, this is Dingo Chinese,我是赵老师 首先呢,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龙年大吉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教春节,中国新年这个主题的 这个视频应该是节前发达,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时间录 所以现在呢,就给大家录制一下,我觉得以后还能用得上 后呢,这一次呢,我是用了两种方式,一个叫TPR 就是用肢体来教,另外一个是TPRS,是用故事来教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教授这个新年主题的 首先我会讲一些就是什么是春节呀,然后春节的一些传统 然后呢,春节做什么,它就会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词汇 那我们来怎么做呢,然后在春节之前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打扫房间 那打扫房间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动作叫做打扫房间 打扫房间 其实这个动作呢,你可以自己心里先想一个 然后到了课堂上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然后呢,问学生有没有更好的动作 这时候学生就会给他们自己的建议 如果他们没有好的建议呢,就继续用老师的动作 但是有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学生都会有更好的建议 所以呢,我们就来说打扫房间 好,那我们怎么来用这个说句子呢 这里就开始了我们的TPRS 通过故事的形式来教这个词 通常呢,TPRS需要编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但是呢,这个故事通常会很长 而且有的时候学生就会泛滥,然后就不说了 所以我呢,就设计了一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个 在每一个单词后面都说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如果有各种建议呢,也希望老师能够告诉我 我的这个故事就不是非常的圆满 但是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好笑的故事 TPRS主要就是故事要设计 比如说去三个地方做三件事情 这里呢,我就设计了三个人 然后这里是一个人,比如说我会说 哥哥对我说你要打扫房间 我说我不喜欢打扫房间 哥哥非常非常生气 然后妈妈对我说你要打扫房间 我说我不喜欢打扫房间 妈妈非常非常生气 最后呢,可以是爸爸对我说你要打扫房间 我说我不喜欢打扫房间 爸爸非常非常生气 最后爸爸打了我 我哭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很短 但是学生读起来最后一句 大家都觉得还挺好笑的 然后如果有更好的ending team 大家留言告诉我 所以这样的话 学生就自己讲了这个故事 互相讲 然后呢,学生讲故事的时候 旁边的partner可以做动作 或者partner做动作 然后学生讲都可以 好,然后第二个 我们的第二个词就是买年货 我就设计的是 这是学生建议的 买年货 好像没有年货这个 反正就是买年货 买年货 这个货字呢,也是 这个货字呢,也在那个AP考试中出现过 叫做百货公司 这个货 还是同样的 然后也是来读这个小故事 然后你可以换人 比如说你学了哥哥弟弟 你可以说哥哥对我说 伯伯对我说 舅舅对我说 你要买年货 我说我不喜欢买年货 然后呢,就是同样的 这是就是反复的练习学生说买年货 这三个字 但是呢,也不是说一个句子 你知道我们通常说一个句的时候 很快这个句子就说完了 然后学生就会越来越来 然后但是这个呢,就是编一个小故事 就会让他们练习习书 第三个就是贴符字 贴符字 就是贴着这个动作 然后加一个符字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贴春联 贴春联 所以这里呢,就是有符字和春联 然后还是这样子 然后接着接着辩 比如说,嗯 然后,或者老师对我说你要贴符字 我说我不喜欢贴符字 我老师非常非常生气 都可以 然后还是练习这个小故事 贴符字 贴春联 然后这里其实 如果你觉得这个套路你用特别好 你可以改成其他的字啊 非常非常生气 也可以改成其他的情绪词 当然这个ending 我一直都觉得要有更好的ending 所以请继续留言告诉我 然后第三个 最后第五个词就是 吃年夜饭 这个夜呢,就是sounds like the year 所以我们自己设计就是 吃年夜饭 吃年夜饭 然后这里呢,我们就会说一下 在AP班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一下 那为什么吃鱼 因为象征年年有余 为什么吃鸡 因为象征 大吉大利 但是在普通班呢 我就会用英文说这些 为什么要吃这些食物 然后是放鞭炮 放鞭炮 这个是发 发红包 发红包 我们这个呢,就是设计这是红包 发红包 然后呢,发完红包以后 我们接着说那个故事 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学生自己来回忆那个故事 比如说哥哥对我说你要发红包 然后呢,你可以说 我说我不想给哥哥发红包 然后哥哥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还是最初的套路 但是学生呢,要自己来说这个故事了 最后就是拜年 拜年 小oe 小米 小弟 отдель 了 什么 小bior 小盐 笑